阿欣小心 下一個可能就是 哎呀 我只能說啊 人在江湖走 哪有不挨刀 阿欣今天選擇走這個路線 也早已做好了準備 要打可以啊 但我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啊 這件事情啊 有四種可能 第一個 像那位黃信八九說的 把他認成網婆了 但這個就不可能 第二個 平常看他不爽的網友 認出他來 碰扁他一頓 可能性也很低 因為網友招牌都是動口不動手 第三個可能 陳怡以前評論過的網紅 被他罵過的 因為已經隔一陣子了嘛 所以借這個時機點 叫說 毆打 為什麼要借這個時機點 因為比較不會惹人懷疑 第四個 近期 我們只這一兩個禮拜 或是這一個月 陳怡嘴砲過的網紅 看他不爽 叫說 扁他一頓 三 四 是比較有可能的 第三種啊 這個他曾經評論過網紅 太多了 羅志祥啊 馮雨婷嘛 吳宗憲 雞排妹 鳳梨 哎呀 太多人了 我們有列出幾個比較可能的嫌疑犯 我恨他恨之入骨的 鳳梨 跟馮雨婷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縮小一下範圍 第四種 他近期評論的 是 超哥 跟 雪碧 陳怡評論雪碧的時候 哇 那整個也是 炮火全開啊 光看這樣的言論啊 可能是雪碧啦 就客觀的來講就好 我們分析這個雪碧的長相 跟氣質 雪碧他那樣的長相跟氣質 這不是兄弟的菜 誰是 你說他沒有認識一點兄弟 我還真不信啊 他這種長相就是很多大哥的菜啦 我覺得整件事情 最有可能的嫌疑犯 就是 雪碧 那有可能是雪碧教授 或者是 雪碧的守護騎士團 看不下去了 竟敢侮辱我的女人 我要你好看 那光就這一點也支持我的個人想法 那我們還需要一些客觀的東西來去佐證 在陳怡出事的時候 誰是隱形起來的 偵探上線 鳳梨是有聲明的 鳳梨這個我們就可以先剔除 我們看他文字的儀式 一副就是那種 哎呀這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來看戲的 他不只是感覺像無關緊要 他還懷疑是別人啊 那鳳梨婷呢 他也有出來發文啊 他是性災樂禍的那個 我們也可以撇除開來 因為一個兇手啊 正常邏輯來說 犯案之後 就算是叫說也會隱形起來 避免有任何新聞的連結 才不會有一些線索去連到 基本上有公開表態的 我們這些可能性都可以拉得很低 就只剩兩個了 就是超哥跟雪碧 那超哥沒有發什麼 但是也不代表他可能性高喔 因為他自從TOYS 要跟他約戰打拳擊賽 他那個時候就神隱 所以他現在神隱也是合理的 也可以將這個可能性再拉低 就到我們的 關鍵嫌疑人物了 就是我們的雪碧 雪碧沒有表態呢 隱形了 我在這邊勸TOYS 最近要小心啦 那不只TOYS要小心啊 我也要小心啦 所以我講到這個事件的人也要小心啦 風哥也要小心啦 我們現在走在路上 有人問我 欸你是TOYS嗎 你是尼克星嗎 隨時都要準備好 落跑 或是使出你的拿手武器了 雪碧哪裡表態啊 難道要翻轉了嗎 雪碧接受民視新聞的訪問 澄清絕對不可能是我 我聽到此事的時候感到很害怕 擔心 未來有沒有天因此受害 絕對不可能是我 好可怕喔 怎麼會有人借由粉絲 合照去打個女孩子呢 根本不應該 並對誠意喊話 加油 鼓勵他盡快振作 我聽了這個我就覺得 他的嫌疑更大啦 他把你嘴成這樣 難道你真的是菩薩心腸 他影射你靠手工藝起家 他被打了 你說加油 西方妮趕快振作 一副什麼事都沒有的樣子欸 太假了吧 我的天啊 顯現出兩個狀況囉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喔 Toys只是嘴他的朋友超哥而已 他就那麼神奇 他就說 你這個人就白目啊 被打剛好啊 嘴XX就該打嘛 那現在 是一個真正在嘴他白手起家 靠乾爹 靠乾爹上來 乾爹致富的人 現在被打了 他反而 一改之前的說詞欸 雪碧整個變了一個人欸 他突然變成 觀世音菩薩啦 以他之前的為人 以他之前的價值觀 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秉持一樣的原則 說他這嘴XXX 被打剛好啊 怎麼會突然變了一個人啊 對陳怡喊話加油 鼓勵他盡快振作 真的很不應該欸 WOW 真相越變越明 雪碧在講了這番話以後 可能的嫌疑機率 直接拉高了80% 我這個也只是假設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想 還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 他是經過那次的事情 他被網爆之後 他轉變了 他覺得自己那時候 不應該這樣子 瞬間在這個短短的幾天內 變了一個人 自己的中心思想都變了 也有可能是他突然良心發現 但是在我心中啊 雪碧這個嫌疑犯的可能性 可以說是遙遙領先 現在的線索啊 嘴人的事件 這個時間的緊密性 說辭反覆的雙面性 拔聲到 達成儀的可能嫌疑犯 冠軍 我最近感覺有點不太安全 現在我走在路上都要這樣啊 沉思者站直 誰 誰 你是尼克欣嗎 不是 我不是尼克欣 我是第一 我覺得以前評論都不太可能 除非真的心思缜密到 他選在這個時候 他在嘴別人的時候動手 可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通常這種都是一氣之下嘛 就是你一個氣不過 你才想要教訓他一下 本來就沒有什麼大仇啊 那只是在網路上嘴炮而已啊 那最一時的 就只有雪碧這個選項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人 那所有跟沉一有仇的人 表態的立場 最奇怪的就是雪碧 沉一是毫不留情的嘴過雪碧的人 他連Toys罵他破叉 他都可以這麼生氣了 更何況 是同身為女性 但是沉疑 是講他這樣白手起家 這樣靠乾爹才致富 有可能他跟阿信一樣 也是會改進也是會轉變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啊 雖然我覺得不太可能 打人才賠五萬欸 錢能解決都不是問題 對啊 我就覺得有時候司法 就是有錢有權有事的人 就他們根本就沒有在care 沒有在怕這種吃法的處罰 司法面前人人平等 光這一點就不平等了嘛 所以我建議啊 以後啊 這種商人案啊 一律依照你的財產來判 代價要大一點嘛 阿信小心 下一個可能就是 哎呀 我只能說啊 人在江湖走 哪有不挨刀 阿信今天選擇走這個路線 也早已做好了準備 要打可以阿 但我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這種留言阿 說什麼 哎呀你活該阿 嘴秋 被打剛好 看你被打好療癒喔 這種很激進言論的網友 一定是受超派鐵拳的影響 忍無可忍 無需再忍 這個已經造成社會上一個 很不良的風氣跟效應 現在這個社會阿 是大鐵拳時代阿 誰拳頭大誰說話大聲阿 我現在活在文明社會嗎 哈哈哈哈 超派 還是超哥的拳腳好超派 漂亮啦 超派 療癒系 舒服 哈 還有水氣看了就生氣 唉唷 看你被打我真的幫不上忙 但是我有點讚喔 到底是怎麼樣阿 到底是在想什麼阿 別人被這樣暴力對待的時候 你是拍手叫好阿 我突然有一種那種明智未開的感覺 說實話當然沒錯 但說話的方式有沒有錯 社會這有公平 直白不等於擊敗 在遭受肢體暴力之前 許多眼承受你的嬉笑嫩罵人潮任風 堅酸刻薄語言暴力 相信所有人都譴責暴力 但同時也譴責你的語言暴力 唉唷 那有沒有眼神暴力 你想語言暴力不行嗎 那眼神暴力是不是也不行 有個人眼神這樣子看我兩眼 我不爽了 我覺得你眼神暴力我 我現在不爽 我要肢體暴力來制裁你 長得醜你也對我來說 你也對我眼睛造成了侵犯 你也對我實施了長相暴力 所以我也可以用肢體暴力來制裁你 暴力這個沒有理由的阿 這種留言阿 會有個特質阿 會先講一句 欸 打人不對 但他更多時候阿 他在解釋這個暴力是可以被諒解的 那你就是在為暴力找理由阿 這些留言的網友 在留言的時候 何嘗不是一種語言暴力呢 人家被打的時候 你說哈哈哈哈 你說活該被打剛好 這何嘗不是語言暴力勒 我真的看到這些留言阿 我真的期許下一個被打的不是你 或是你的親友 現在是暴力當道是不是 還是我現在才知道這個社會運行的原則 換句話說 我看到那些臉書在語言暴力我的人 那我都一個一個找出IP位置 一個一個抓出來扁 這樣是對的嗎 我也沒被掃過語言暴力阿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網友 一個一個抓出來扁 語言暴力 就該用自理暴力來制裁 陳怡阿 跟那些嘴臭的網友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公開 一個是匿名 那陳怡也只是看不慣 有些公眾人物 在做著很秋的事情嘛 所以嘴秋他們嘛 那那些網友 也是一樣阿 你也是看不慣陳怡的嘴秋 所以你在嘴秋他阿 所以那我們同理可證嘛 你說嘴秋該打 你說白目該打 那你在嘴陳怡的時候 不是也在嘴秋嗎 他們是不是也同意 在你留言這些語言暴力的事後 把你IP位置查出來 把你抓出來扁一頓 你也覺得是應該的 邏輯 是拿來思考的 陳怡之前也嘴秋過我阿 那我現在依然可以站在公道的角度來評論這件事嘛 他嘴秋歸嘴 我雖然也不喜歡陳怡 但是我絕對會捍衛他說話 不喜歡說話的權利阿 畢竟這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阿 不要言論自由 跟大陸一樣就好啦 我們以後嘴秋就是禁語 我們以後講人 就只能講好話 我們修法提倡言論受到限制 絕對不能嘴秋 絕對不能講人不好 一律只能講好的 陳怡也不是純粹侮辱那些人阿 他也是評論嘛 只是他評論的樣子 比較討厭 也是因為有東西給他的嘴 那你怪人家語言暴力 那你為什麼不先檢討一下自己做的事情阿 為什麼不檢討為什麼會被人家嘴呢 為什麼不能學學阿鑫呢 有鑑魚阿 最近阿 很多這種評論型的網紅出事阿 那我阿鑫在那邊宣布 我要召開一個網紅特訓班 凡事阿 你是這種類型的網紅阿 那些阿 喜歡評論時事阿 嘴很臭有可能被打 過來找阿鑫學權 不要吧 阿鑫教你怎麼保護自己 喜蘭阿 風哥阿 統神阿 阿鑫開一個班 我們絕對 要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 絕對 不要向惡勢力低頭 大家都在學 現在這個社會阿 你嘴人 或是你評論 一不小心可能惹人家不開心 你在街頭 就有可能被毆打 任何網紅 都要學一下自保的能力 歡迎來找阿鑫 阿鑫可以模仿八九猴嗎 八九最喜歡的 就是 金項鍊 欸 我怎麼有金項鍊 好像這樣 好 一定要有這種 這種擺動 八九走路的時候都這樣 阿 現在你怎麼 欸 終來阿 俗 你不是很厲害 蛤 我們要說社會事 社會事 社會事 是這樣阿 蛤 你的 來阿 不要 不要趕快撩 不要趕快撩 來阿 蛤 跟你說不要趕快撩 阿 不要趕快撩到 八九通常會有一個辣妹女朋友 咖咪阿 阿 阿怎麼樣 乾哥 烤 靠 我被欺負了 那個陳瑜欺負我 你去打他 傻 押換 你的陳瑜了 陳瑜了 來 小弟來 我要告訴你 明明 去一定 銀刀 這樣對待我的燒賣 是怎樣 給我顧不起是嗎 哥你好帥喔謝謝哥 哥哥謝謝你 好啦 今天來我房間啦 來我房間 哥跟你鬆一下 你被打了 我一直覺得我不演戲算是埋沒了我